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在英文世界被广为阅读的评论 周末的纵深信息节目 介绍的是一些长篇的深入报道和思想探索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集中播报三篇与美国政治和法律有关的评论 这些评论倾向于保守派的观点 而这类观点在西方主流媒体上被压制甚至封禁 最后我们会介绍一份 介绍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报告 目前 左翼的拜登政府和右翼新保守主义 在外交政策上推动积极干预以及意识形态优先 这篇报告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 下面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 在美国国防部工作了30年的拉尼卡斯博士 有感于国防部文件中大量使用了决心语言 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新语言的文章 引用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反乌托邦著作中的描述 来评论美国今日语言的变化 下面是文章的摘要 距离总统选举近8月 针对川普第二任期的抵制已全面展开 公众目睹 MAGA美国被描绘成反民主 粗鲁种族主义的反乌托邦 就在哈马斯的暴行 却激起美国史上最恶劣的反游浪潮的时刻 媒体焦点却是抨击白人民族主义 乡村白人之怒被纽约时报 称赞为理解川普时代必读之作 Politico网站的Perzevilla将坚信天赋人权的人 贴上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标签 因为那些人认为人权来自上帝而非政府机构 今天的美国人日渐被意识形态原子化 流行的观念破坏人们的自然社会连结 扭曲语言 到这了每个人作为个体的孤立 这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土壤 科技在此中扮演加速器角色 在虚拟现实中人们互动 他们获得的信息海量却知识贫乏 自由思想市场被封闭回音室所取代 政治正确性和自我审查如同苏联 新语言概念如顺性别 觉醒兴起 主张以现在的歧视来弥补昔日之不公 美国国防部的多样性管理要求 引起军队中的混淆和分裂 强调差异而非共性促成社会和军队的碎片化 人与人之间认知失调和原子化加深 在年轻人中间 目前被认为已知的性别超过57种 而且还认定男人可以怀孕生子 这种认同危机使人无法自由表达思想 最终社会变成了奥威尔描述过的反向乌托邦 前总统川普不久前被纽约法庭判处罚款4.5亿美元 3月18日有消息传出 川普的公司无法筹组款项去缴纳全额保证金 纽约的民主党籍检察官詹姆斯 已经宣称他将没收川普在纽约的公司的资产 如果詹姆斯能做到这点 川普的资产将被建价拍卖 这也将结束在纽约经营了半个世纪的川普地产王国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历史学家 维克托·戴维斯·汉森日前发文 试则今日美国司法的政治化 文章说 2011年 时任奥巴马总统国土安全顾问约翰·布伦南 在国会宣誓时声称 在巴基斯坦边境进行的无人机定点暗杀任务 未造成任何附带死亡 这一明显的虚假陈述未招致任何后果 反而 布伦南后来被提升为CIA局长 再次 他向国会提供虚假保证 声称CIA的骇客没有入侵参议院工作人员的电脑 这也同样没有受到惩罚 退休后 布伦南成为MSNBCNBC的分析师 不断地进行俄罗斯干预选举的虚假叙述 同年 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 在国会作证时声称国家安全局没有去监视美国公民 他的模糊解释后来没有遭到追究 针对布伦南和克拉珀的虚假陈述 国会成员向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提出刑事投诉 却根本没有下文 克拉珀后来成了CNN分析师 而奥巴马的司法部长霍尔德被众议院认定藐视国会 却从未受追究 相行之下 川普的顾问彼得·纳瓦罗因抗拒国会传票被判监禁 这显示司法部门对待类似行为的标准不一 前FBI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多次虚假陈述意味遭起诉 最后还在CNN上出头露面 相较之下 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 因向FBI虚假陈述被起诉并定罪 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服务器处理机密信息 却不被起诉 FBI局长詹姆斯·科米认为 禁团希拉里犯了法 却没有检察官会提出指控 而科米自己在交叉风暴调查中的虚假陈述意味受追究 特别检察官调查拜登非法移除机密文件 却不对其提起诉讼 尽管有证据显示拜登的行为是故意的 拜登涉嫌为个人利益非法保留机密材料 包括向没有安全审查许可的代笔作家提供材料 以增加回忆录内容 乔治亚州检察官范尼·威利斯 涉嫌说谎和操纵证人未被追究 这位检察官还去继续起诉川普 威利斯曾与他雇佣的主控官有不当性关系 并从男友那里获利 却未因此失去检控川普案件的资格 这些案例显示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对待被告的不平等 特别是当被告为公众人物时更加如此 左翼人士似乎享有免受起诉的特权 而保守派则面临严厉追究 这损害了公众对法律公正性的信任 在当今政治两极风化的时代 这种不一致的应用法律 使人们对司法系统产生了怀疑 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21世纪开始之后 美国的外交政策受到来自左翼的全球主义 以及右翼的新保守主义影响 脱离了5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道路 自2022年的俄国和乌克兰战争开始之后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 著名的外交政策学者Francis Sampa 日前发表长文提为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传统 他在文中回顾了从乔治·凯南到亨利·基辛格的外交政策 指出回复现实主义道路的需要 我们在这里播出的是文章的摘要 在周末的纵深信息节目里会为大家播报全文 在当今世界面对东欧和中东的战争蔓延 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紧张局势升高 美国领导层和政策制定者应更加谨慎 聚焦于核心利益减少不必要的挑衅 并重温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 正如乔治·凯南 亨利·基辛格和罗伯特·卡普兰所倡导的那样 然而 现实主义在华盛顿似乎变得稀缺 政治言论更多是为了争取媒体曝光 而非真正为国家安全助想 拜登的国家安全团队 似乎更专注于意识形态上对抗专制主义 而忽略了现实主义的价值 凯南的长电报和苏联行为的来源 阐述了遏制苏联扩张的必要性 这在冷战初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影响深远 凯南·基辛格和卡普兰的著作 不仅提供了对过去的深刻洞察 也对当今世界秩序提出了重要的思考 凯南强调维持欧亚大陆权力平衡的重要性 认为美国安全依赖于防止任何单一国家主宰欧亚大陆 基辛格的作品进一步探讨了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的应用 尤其是在美国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中必须如此 卡普兰则将这些原则应用于21世纪的挑战 特别以此来评估中国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 这些思想家共同认识到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的重要性 强调了在国际事务中谨慎行动 维持力量平衡和考虑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他们批评理想主义在外交政策中的过度应用 指出这种做法往往忽略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凯南 基辛格和卡普兰的著作提醒我们 真正的外交政策应该基于对国际环境深刻的理解 和对国家利益合理的追求 而不是基于理想化的目标或者意识形态的斗争 透过这三位思想家的教导 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谨慎 平衡 和以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框架 这对当前和未来的政策制定者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点 在目前国际局势日益复杂和动荡的背景下 重温和实践这些现实主义原则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 美国著名作家Peter Van Buren 发表了他给自己的民主党朋友的一封公开信 他在信中说 作为一位关注公共事务的观察者 我写这封公开信给那些热爱法律战争的民主党人 希望能够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 多年来民主党在试图阻止唐纳德川普的过程中 采取了各种策略 包括两次弹劾 法律诉讼 以及在公众与媒体中的广泛攻击 然而 这些努力似乎并未能够根本改变选民对川普的支持 现在随着另一场选举的临近 值得反思这些策略的有效性及其对民主党未来的影响 首先民主党的法律战略 包括对川普的弹劾和各种诉讼 并未能够从根本上动摇川普的政治立场 尽管这些行动在政治上表达了对川普行为的不满 但他们没有对他的核心支持基础造成长期损害 事实上 一些试图使川普失去政治影响力的行动 似乎反而增强了他在某些选民心中的地位 他们认为川普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其次 民主党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法律问题 选举结果将由广大选民决定 这要求民主党提出有吸引力的政策和候选人 来赢得选民的支持 虽然法律挑战对于确保政治领袖的个人责任是必要的 但他们不能取代政治和政策上的辩论 最后 民主党人需要认识到 选举不仅仅是关于打败对手 候选人提出的是一个愿景 可以激励选民并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 这需要超越单纯的对抗立场 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和积极的政策提案 总之 虽然法律战争可能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但他们不能代替广泛的政治战略和有意义的政策提议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民主党人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策略 专注于构建一个能够真正吸引选民支持的积极议程 这不仅仅是为了一场选举的胜利 而是为了确保民主党在未来能够有效地代表和服务于美国人民 以上就是今天每日读报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明天见